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是摩拜的三倍多 他拿到的钱肯定也不会少于15亿 难道我们80后又被同龄人抛弃了一次 短短几天之内 我们80后被同龄人连续无情了抛弃两次 其实无论是胡伟伟还是张旭豪 他们都不愿拿那个钱 对于创业者而言 他们更希望的是公司发展壮大 融资上市 就像马云和马化腾那样 在商业的博异和挑战中 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这份喜悦是金钱很难成就的 卖掉自己创办的公司 这万不得已 这无奈之举 是穷途末路之后的悲情谢幕 正如一个将军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投降 哪怕投降之后有高官厚禄 有三妻四妾 尽管投降的条件如此有厚 但还是有很多将军 宁愿被杀也不愿投降 在出征之前 将军想的肯定是得胜还仇 是王者归来 而非靠投降换的锦衣玉石 那样的富贵日子 还不如战死沙场 摩拜卖给美团的当天夜里 摩拜的实际操盘手CEO 王晓峰无不飞凉地表示 自己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是坚持公司独立发展 但胳膊领不过大腿 在中国创业公司 永远绕不开各种巨头 在股东大会表决的最后环节 他心有不甘地说 规则就是规则 投票就是投票 如果大家做了这个决定卖掉摩拜 希望大家不要后悔 胡伟伟尽管投了赞成票 但那也是行事所逼 还在跟欧洲打仗的摩拜 单月亏损五六个亿 之前的融资早烧完了 用户近70亿的押金 也被挪用殆尽 如果再不找就买家 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了 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胡伟伟不同意能行吗 虎秀不是说了 他那纤细的胳膊领 不过马化腾粗壮的大腿 二 赶风口 赌国运罗振宇 不但创造了互联网思维这样高大上的词汇 也炮制了社会新底层这样的概念 他曾在节目里这样描绘这些新底层人士 在北山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我们发现火载 社会底层的 往往是那些5A集写字楼里面 每天上班打卡 中午失合饭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白领 我的个天啊 我不知道罗振宇是不是真的了解过这个社会 如果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底层人士 那么那些是完全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士康工人是什么 那些还禁锢的大梁山等偏远山区的农民是什么 那些甚至都没有机会来大城市看一看的留守儿童是什么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尽管工资低 但与后级者相比 却有着巨大的知识和全层优势 有着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可期的发展平台 五年 十年之后 这些优势就会积累出巨大的势能来 并显现出巨大的作用 不过 罗振宇却不管这个 他要得使年轻人的焦虑和恐慌 这样才能让他放肆的贩卖 尽情的收割 于是才有了那做付费的终生学习的大学 正因为有罗振宇们的推波助澜 所以那些在写字楼里忙着打文件 在格子 尖里忙着赶PPT 在办公室里忙着加班的年轻人开始失落了 开始焦虑了 开始渴望了 开始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们不愿再过这种等下班 等周末 等发工资的平常日子 他们要快速实现自己的阶层跃升 要一夜成名 要一年暴富 要赶风口 要赌国运 要炒比特币 要实现财富自由 总之 就是要走上人生巅峰 在他们眼中 只有名利 甚至只有金钱 于是 当胡伟伟迫不得已卖掉自己公司 伟身王星的时候 他们却只看到了他在数钱 哇 好多啊 十五个亿呢 泽泽 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数钱数到手抽金就好了 拜托 那是胡大美女的卖身钱好不好 你是有多多才能只看到这点破事 人家原本要上市的 现在却只能见卖赎神 要知道 王星这次收购的价格 连摩拜上一次融资的估值都不到 你眼中的成功 在真正创业者看来 或许正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三 溥仪丢掉了江山在摩拜创始人套现十五亿 你的同龄人 正在抛弃你一文中 作者如下写道 做公务员的同学 有人已经做到正处 经商的同学 创业公司做到了数千万营收的体量 那些日复一日上班的同学 也有人成了世界五百强企业里的中层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巅峰 无非当官 发财 娶老婆 再生个可爱儿子 在他们眼中 哪怕胡维维卖掉了自己的公司 只要拿到了钱 那也是成功的 值得追捧的 照这个逻辑 哪怕溥仪丢掉了江山 只要拿到了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 能在紫禁城过上解衣玉石的富足生活 那也是成功的 值得夸要的 其实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都是弥足珍贵的人生体验 就算胡维维拿了十五个亿 跟我们这些平凡 甚至有些平庸的同龄人合肝 我们云云众生 或许没有胡维维那样巨大的财富 或许不能如王思聪一样一掷千金 或许不能像马云那样各种买买买 但我们有着自己的小日子 有着自己的小趣性 有着自己平凡但却感动的幸福 却连成人杂志花花公子的创始人海夫那趣事 我写过一篇题为 就算活过岁数玩过女人 但那又怎样的文章 在文中 我写下如下的句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间的囚徒 在弥足珍贵的人生岁月里 如果仅仅只是想着吃肉喝酒玩女人 那也太低层次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身体的刺激总会归于平淡 物欲的满足也会随着边际效应递减而乏味 真正的幸福是对哲学的思辨 对未来的期许 对亲人的守护 当然 还有孩子的成长 自我的喜悦 以及对生活细节的惊喜 和对人生对物的感动 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哲学 家庭 社会和宗教 胡伪伪成功与否 其实跟我们这些同龄人真的关系不大 难道就因为他是八零后 所以 我们这些八零后们就该感到焦虑甚至羞愧 如果非要跟同龄人做比较 那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得焦虑 九零后有戴薇 八零后有胡伪伪 七零后有马化腾 六零后有马云 五零后有王健林 就算是四零后 也有了牛气冲天的川普 照这个逻辑推下去 全世界的云云众生和凡夫俗子们还活不活了 人生不是比赛 更无需比较 兔子或许跑得飞快 但却活不过乌龟的岁数 作为一个凡夫俗子 过好自己的日子 抓住眼前的幸福 与其望着同龄人一起绝尘而失落 倒不如陪伴家人一同成长 毕竟 好得快低人 不一定领略到了沿途的风景 最早到达终点的人 或许正等着上帝的裁决 作者 胡塞萌 以历史的视角分析商展 以商业的逻辑解读历史 公号 蒙人胡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